民進黨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 賴清德的老家違建問題遲遲未能解決 4號賴清德提到此事還一度哽咽 聲稱自己老家的違建 和柯文哲、前名代言寬恆 國民黨籍新北市議員廖先祥等人的違建情形不一樣 那麼這種說法讓廖先祥、言寬恆忍不住發聲痛批 賴清德是雙重標準 賴清德聲稱自己老家的違建只是礦工的工僚 因為房子存在已經近70年了 年久失修、漏水不堪居住 所以一定要修建 這個違建的情況和柯文哲、前名代言寬恆 中國國民黨籍新北市議員廖先祥的情況不一樣 此前就被賴清德點名的廖先祥 火速拆除違建區域 也反擊賴清德也應該立刻拆除違建 政治人物面對違規的時候不是比可憐 同樣被賴清德點名涉嫌違建的前名代言寬恆 5號引回嗆稱 民進黨的雙標文明全台 他們的違章和別人不一樣 收賄收的不一樣 詐騙集團騙的不一樣 就連護航高端弊案都可以說是支持所謂本土產業 所有腐敗事件校正回歸之後都成為善事一桩 賴清德和民進黨可以繼續硬拗 台灣民眾眼睛是很雪亮的 但對於外界抨擊 賴清德依舊不為所動 老家違建依舊不打算拆 賴清德競選辦公室聲稱 新本市政府在礦區分治後 就該對市內礦工住宅做通盤處理 輔導居民的居住權益 新北市地政局回應 早就請上級礦業主管機關 緊速全台通案處理 新北市地政局提到 之前會開時所有權人未到場 以第二次喊請該所有權人賴清德方面說明現況 並硬要求提出房屋稅繳稅證明文件 只不過目前賴清德方面尚未回應 賴清德老家違建爭議延燒 島內政論節目紛紛討論此事 簽名帶郭正亮也諷刺賴清德的雙重標準 所以你們可以搞別人 那人家不能夠檢舉你啊 然後別人一個一個都拆 柯媽媽那個房子 他說30年沒有被人家檢舉過啊 人家也不是照拆 對不對 所以柯媽媽的房子要拆 韓國瑜的要拆 黃國昌的要拆 廖先祥他的老家要拆 那就只有你未來要做賴清德 故居紀念館的房子不用拆 是這樣嗎 所以未來那個就是叫賴清德故居紀念館 想過問題我們繼續來請教台北的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 謝先生 賴清德老家違建就是不拆 還稱四家違建與廖先祥 柯文哲 還有顏寬恒家的所謂豪宅違建不一樣 那麼請問違建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不是體現民進黨人骨子裡的雙重標準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般人都覺得匪夷所示的一件事情 違建就是違建 違建不管他是豪宅也好是平邦也好 他就是違建哪有什麼不一樣呢 所以賴清德一開始講說 你那個是有洞的公寮 請問一下我們大家是瞎子嗎 大家都沒有看到你那個房子嗎 你那個房子到底哪一點像有洞的公寮 洞在哪裡 哪一個地方像公寮 根本就不是嘛 那從頭到尾就是你們自己改建了 完全沒有去申請 然後房屋稅也不繳 地價稅也不繳 就在那邊佔別人的便宜 別人都要納稅為什麼你就不用納稅 礦工之子很了不起嘛 礦工之子就可以不用納稅 那你都這樣做的話 那是不是以後大家蓋房子 我們都不需要去申請 我告訴你怎麼蓋就怎麼蓋 我也不用去繳地價稅 也不用繳房屋稅 是這樣子嗎 這個是賴清德想要給人民做的表率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賴清德要這樣硬拗 我其實是很贊成 因為這樣子就讓人們更清楚 賴清德的嘴臉 民進黨的嘴臉 他們就是什麼東西都不管道理 也不管邏輯 也不管合不合法 反正遇到我綠的 你就是要享受特權 就是我做什麼都行 那別人就是做什麼都不行 別人的偽見要拆 你賴清德的偽見就不用拆 大家不要忘記 蔡英文家族的墓園也是個偽見 那他就是持續放在那個地方啊 我寧願繳發金 我就是不願意去改善 我就是要讓它始終存在 這就是民進黨人的嘴臉 他們做什麼都行 別人做什麼都不行 那台灣民眾這麼清楚的東西 如果還看不出來 那我只能說 這是台灣人自己愚蠢的選擇 好的 感謝謝先生的點評 有一個人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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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有一個人自然自然被扣造在那裡 好